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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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同时要帮助长者坐稳 也要为长者整理衣服 鞋袜和姿势 使转移过程更容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长者坐着时 若双脚前伸或身体后倾 会增加站起来的困难 相反 当长者坐着时 膝尖在脚尖的正上方 要站起时身体前倾 膝关节微弯曲 身体重心略为向前 便大大不同了 它就更容易站起来 环境方面 要清除途中的障碍物 地面要干爽 有充足的光线 要预备所需的器具 例如把轮椅摆放在合适的角度 位置和地方 谨记事前准备是不可缺少的 还有要锁好轮椅的轮子 这样会使整个转移和服报过程更安全 顺畅 更有效率 第二项原则是向长者解释 指导 并取得他们的合作 沟通方面 应先向长者解释 指导 使长者明白后以取得其合作 有没有看见 当长者有椅子转移到床的时候 会伸手拉着自己正坐着的椅子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家没有共识 这样会增加转移上的困难 另外 要鼓励长者主动参与转移构成 因为长者的参与不但减轻护老者的负荷 更重要的是可使长者有运用现有机能的机会 从而保持活动能力 减慢衰退 第三项原则是正确姿势 就是服报长者时 护老者要保持腰背挺直 收紧腹部和扎纹马步 因为当腰背挺直时 腰背所受的压力会比较少 而收腹有助腹部肌肉收紧 加强腰背的保护 另外 扎马步能使护老者站得更稳定 并能以下肢发力 减少腰背受伤的机会 第四项原则是警报长者 警报长者时 长者要感到舒适 而又不可让他跌倒 究竟 怎样警报长者才可提高长者和护老者的安全 又能减低身体各关节的劳损 答案是 护老者要以较大的关节和肢体较强的部位 去承托长者 以护老者的上肢为例 前臂 轿手腕强 所以可考虑用前臂来承托长者 另外 护老者也不要过分弯曲关节 以免增加关节负荷 第五项原则是尽量靠近长者 有没有曾经在搬台物品时 因杠杆原理 双手跟物品距离越远 物品就好像变得越重 同样道理 扶抱长者时 护老者应尽量靠近长者 因为扶抱距离越远 护老者不只感到吃力 还增加了身体 尤其是腰背的负荷 另外 尽量靠近长者的时候 护老者的肢体就可以避免过度伸展 第六项原则 护老者的一只脚要指向目的地 并以下肢发力 脚尖指向目的地 例如轮椅 能帮助护老者顺畅而有效地转移重心 用下肢发力 即用身体最强的大腿肌肉来发力 这样能减轻腰背和上肢的负荷 第七项原则是由一位护老者发号施令 在长者能同步参与转移过程的情况 又或长者的身体太重或太弱 需要有两位或以上的工作人员做协助时 便要由其中一人发号施令 这样大家便能更合拍 以减低受伤机会 另外 发号施令时 大家在数出一二三后才同时发力 又或是数到第三时便立刻发力 这些需要事先沟通清楚 以加强默契 第八 利用辅助器具 在许可情况下 要尽量使用合适的辅助器具 以减轻护老者身体的负荷 不过 无论使用任何器具 仍要遵守并灵活运用上述所介绍的福报原则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